我想换500块把我的房间改成这样 今天我要把我的房间搬空 哈喽 走吧 你往前起 你怎么不换衣服啊 来来来 先进来 我们今天先来搬一下我的房间 因为这个家困住了太多了 废话不多说 开干 这太努力了 我为这个家困住了太多了 今天我要去建材市场买油鸡 最后还是付了185 接下来开始给油鸡调色啦 第一次看调漆感觉好有意思哦 接下来别眨眼 去刷墙喽 因为忘记买地垫 所以只能自己动手做了 大家一定要记得买呀 我这都铺了两小时 接下来就是先挂逆子了 为了省设 我在拼多多上买的逆子糕 结果这个效果 等它干了就好了 但事实却是 大饭车只能重新去买逆子粉 一样的价格 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而且我发现那个逆子糕都没有环保标志 好啦 接下来就可以上我想要的颜色啦 大致画出水扇的形状 附上一次塑料板 然后用UV胶先画出水扇的边缘 用紫外线灯快速照干 然后就根据自己的心情乱化 画出水浪的感觉 等表面干了再用饼线 来画几条小鱼 事情进行到这里一直都很顺利 直到最后封城的时候 掉水到多了 就变成了这 由于紫外线灯又化了 所以我们只能用滴胶再来试一次 先用很好的滴胶在塑料板上 画出水扇的形状 然后等它浪漫会去 只能重新再用UV胶来做了 如以没有紫外线照灯 还得跑到楼下来追着太阳做 天呐 这40度的天 我们这个水扇怎么这么难 好不容易快做完了 结果根本做不出这个水滴的感觉 天呐 这也对我有提醒 我的冤枕闺蜜再给我做一把 哇 这下也好看太多了吧 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1号选手 率先出即将浇水进行的混合 此时我们的2号选手也开始出动了 他准备先换一份笛告 2号选手似乎又停下来 开始思考了 你脑透了 这么快你怎么出来了 粉红似乎发生了点阵子 现在准备把浇水滴入模具中了 绝不绝出就要等浇水干了才能继续 1号选手overend 2号选手开始紧张了 不过2号选手这个画作确实有点 这肯定是艺术吧 给你个时间艺术的机会 看来我们的2号选手需要求助1号选手了 2号选手这个撒泼的功夫 确实比他画画的功底要强很多 说你是我的福气 好 现在是用我们的1号选手来接吧 不得不说1号选手确实有点东西 提高完成之后 1号选手负责上胶水 2号选手则负责调色 最后再把火山的灵感来源火拳S的名字写上 好 这边我们的水扇也可以开始脱模了 好像出了点问题 但我们1号选手依旧选择地继续 1号选手用UV胶化出了水温的形状 接下来用专门的锁锅把扇叶连起来 接下来要用透明的鱼线把每个扇片穿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考验耐心的环节 看得出来我们的1号选手确实心灵手巧 天呐竟然真的成功了 最后在扇子上画一些小鱼 让扇子显得更加的生动 最后大家来 今天终于开始刷漆咯 诶等等等 还没打扇逆子呢 诶等等等 还没打扇逆子呢 诶 为什么 诶 没办法 诶 没办法 真能重新再扇逆子了 继续继续 人生第一次刷墙真的感觉好好玩哦 终于刷完啦 一时刷吸一时爽 等到收拾过葬场 为了省钱没有买地膜 收拾的时候真的增加了好多事情 剃脚鞋和地板的油漆真的擦到崩溃 终于完成啦 看到这乱糊糊的颜色感觉什么都值了 所以大家觉得我的床和桌子 到底应该放在哪里呢 大家给了很多建议 所以我们决定都试一下看看哪个效果最好 第一种是把床放在飘窗上 但是这样的话 我拿什么来称我的床 是把床庭放到下面 像这样 感觉还挺好的 但是这一开门窝的睡觉姿势 自总是把桌子改成飘窗桌 我们先把之前长的桌腿卸下来 再装两个短的桌腿上去 不错不错 感觉空间大了很多 桌腿和墙之间的距离 我一个人而言 我觉得飘窗桌最适合我 太难了 还是先装我的收纳格吧 还是先装我的厚子 也要找到小层子 有点可行的 就是把烟箱的小层散布 也要那么开心 又要把它的家庭 也要把烟箱子里面 留下来 可以用这个小层散布 银子 比较多的小层散布 我想换500块把我的房间改成这样 房间的初步格局已经确定了 但是感觉这两面墙好像有点空 来了 我为这个夹补了太多 Thank you 这颜色哪个不一样 你再蒸一块不一样 一年也不一样 这有什么关系 这哪个不一样了 真的不一样 那你来 再蒸点栗子粉 嗯 好像粘子 去干以后涂黑色就完成了 我想换500块把我的房间改成这样 今天想跟大家先算一下我们花了多少钱 因为之前没有想到要刷墙 所以导致现在预算超值 但是改都改了也不能半途而废吧 所以我准备再买个百叶窗 你尺寸别晾错了你 我这都能晾错了 这吓着吗 我腿 哎 没办法只能再重新买一个 哦 差了 没有 太冷 买的风扇灯也到了 待会让师傅帮我一起装一下百叶 你这装的人 很复杂 专业的事还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这钱咱可不能省 哇 好好看啊 师傅真的超nice 临走前还帮我补了益子 哇 还会变色诶 风吹着好凉快哦 风扇灯也太nice了 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 我的衣柜从这样改成了这样 今天我要对这个又愁又好用的衣柜下 重新买了一卷 年轻的时候就把我的衣柜改成这样吧 再用抹布把衣柜擦拾 你这抹布 凑了 凑了 凑吗 这个味道 继续继续 这次买的贴纸好棒 基本上都没有气泡 感觉这样就挺好看了 然后我们再用木纹纸贴个框框出来 效果很不错嘛 最后再用热绒枪把木条贴在衣柜中间 横向的木条先量好等分距离 然后大致感觉一下平了就可以贴了 真不愧是我的愿重闺蜜 竖条因为长了 所以我们要先量好距离 然后再用刀把木条剥断 最后按照提前量好的距离 把木条切上 我花20块做了个坐墩 因为闺蜜总是说我家地板 在翅膀上画一朵花 然后把它剪出来 路上我们的布 在布上把花的形状画出来 然后开始剪 剪 剪呀你剪呀 剪刀根本不行 一个黄色的小圈圈 再来一个黑色 背面再来一个花瓣 你真反了 我一回把它这样翻过 我这边种闺蜜 白色的布不够了 只能用棕色的布再来一块 如果效果也很不错 再用白色剪一个侧边 打开妈妈的针线盒 一舔一舔 再扭一扭 正面的布都用这种针法缝射 这种木板 买木板 先选个我们要的木板颜色 师傅看板了 怎么了 对 这才这个 那一个 然后闺蜜就在跟师傅说尺寸了 鸡雷哇啦一大堆 听也听不懂 人们以为一切都很顺利 直到师傅把尺寸拿给切板的大哥 我看着看不懂 然后我们又找了一家木材工厂 这次师傅说可以切 我们选好颜色后 就可以下去切板了 哇 好高级呀 因为是用机器 所以三下五除二就切好了 切好的板 我们还要拿去封边 这样子啦 曲型木块 我们要用专门的曲线封边机来封边 师傅真的超级好 这么热的天很耐心细致的杯块 把我们准备拿去做个洞洞板 不得不说 机器是真香啊 好啦 切完板可以回去做床喽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床的效果吧 快快给自己做了个踏踏米床 闺蜜先画了个图纸 哇 专业 又找了家工厂切了一下木管尺寸 哇 好专业 然后就可以回来做床了 哇 也太专业了吧 我们先把横线和竖像的板拼接到一起 连接处需要用螺丝来固定死 然后再把上面一层板拼上去 我们一开始还是想用螺丝来固定 没事 插身文具多 咱有的就是工具 不要去乞讨了 你这个方法就结束了 然后就在我以为 今天可以顺顺日里 早早收工的时候 所以一起的故事发生了 没事没事 古话说得好 人非是嫌熟呢 没事没事 古话说得好 事不过三 问题不五 真是我的原重规模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今天有这么多盘客 现在走吧 好的好的 终于完成了 最后的床板部分 我们为了省钱 在嫌疑上淘到二手的铁框 这里头还有人要问的 我太重了 目前最后总钻绳完成了 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 衣柜剩下的贴纸 然后下大概需要的长度 把它踩下来 让贴纸把垃圾桶贴一圈 罐子下面的贴纸把它剪一下 再贴会比较方便 上面也是这样 然后我们在罐子外面 用热绒胶贴一层层边 花盆的上面也要贴哦 真不错 绿椎放进去大小也刚刚好 我们再用麻绳缠一个花盆 还是用热绒胶把麻绳贴在花盆上 搞定 然后我们再来变两个小耳朵 底部要用热绒胶收口 最后把小耳朵贴上去 真不错耶 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大好的花盆 先画个圈 然后把它剪下来 再来剪一个侧边 把它卷一卷 用热绒胶把底座和侧边连在一起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花盆了 嘿嘿 然后再用更粗的麻绳来缠绕这个花盆 绕了几圈之后再把它竖过来贴 最上面还要绕一圈哦 最后把横的部分 用上次刷墙剩的漆涂一遍 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 5号30块做了个床靠背 事情是这样的 大姐 这需要一个靠背 用了用意 你来你来 听出你的需求 便宜舒服的一清洁 So easy 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搞来了这些材料 呃 她先铺开了这块麻布 然后不知道又在画些什么 接着就拿起尺子 在布上画画画画 然后又把枕头拿过来比划比划 看着相当专业的样子 然后拿起剪刀 沿着刚才画的线 把布给剪下来 嗯 看着我也开始有些期待了呢 接着拿起我妈的针线盒 就是咔咔一顿风 这就做完了 这也太像个马带了吧 不让她再出意外 我直接给了她俩枕套 结果她竟然把日历上的挂圈 给拿了下来 还把她缝在了我的枕套上 她这是要干啥呀她 就是这边一会儿 这边一会儿 然后到时候穿 穿一下天才 好吧 我算是明白了 我的所有挂圈都要被牺牲了 她还在我的床上面钻了个洞 把这个木棍棍拧了上去 按照她说的 把金箍棒从木环中穿过去 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 一个新的四件套 白色加木扭扣感觉和房间超级配 再配上一个黄色的过筋 完美 床头我贴了一些蝴蝶的小卡片 便宜又有氛围感 真的感觉超级好看 这是我用串帘杆和两个整头做的床靠背 便宜舒服易清洁 洞洞板是用之前做床剩下的木板做的 摆上喜欢的玩意儿 还有一些常用的工具 实用又好看 窗户上挂上我做的金玉风枕 门背后我还贴了一个软木板 打造一个回忆的角落 收集自己日常的美好 竹竿车的地板也太容易击毁了 之前我铺上我新买的塔塔米垫 真不错 再放上两个收纳格 收纳格里可以放入一些藤便栏 和一些自己喜欢的书 然后我们再把收纳格的上面给布置一下 最后放上我们的飘窗桌和藤便椅 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 由于卧室改造的很成功 所以我准备把我家的卫生间也改造一下 可是看看这堆的乱七八糟的 我想把我家的卫生间改成这样 今天我们先来把卫生间拆掉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家的衣食里 会有一根花碗子 他ATTке 这柜子咋擦米呢 我 γ documentation 我家做这 我摔的是指板 操工减撩 我的天哪 最危险的就是拆这个玻璃了 又重又难拆 真没想到我们竟然真的做到了 上面这块玻璃真的很困难 拆的时候一直怕它直接掉下 好啦 接下来就是刷漆啦 可是脚上这些洞我该怎么办 我想把我家的卫生间改成这样 今天我们要开始刷漆咯 先用瓷砖清理剂来清理一下墙面 这部千万别偷懒 不然后面颜料根本涂不上去 刷完以后还要记得把它清理干净哦 然后把地面还有门框什么的都保护起来 墙上的洞听从大家的建议用镊子来补 你家的作业太多了 嘿嘿 啥也别说了 刷漆咯 先把固化剂加进去 哇哦 这颜色真好看 大概每隔两个小时再刷一遍 我感觉刷了三遍就差不多了 下面的部分就刷好了 然后我们来调上面的绿色 试了好多遍终于调出了我想要的牛油果绿 不愧是万能的冤种闺蜜 上面也是同样的刷个三遍 大家感觉这个效果还可以吗 大家说我的隔断用啥呢 我想把我家的卫生间改成这样 我先把卫生间给砸了 然后刷了瓷砖漆 结果窗户也被弄脏了 只能把窗户也刷一下啦 再给大家好颜色开始刷漆咯 刷窗户我们要用金属漆来刷 不能再用瓷砖漆哦 外面的窗台也给它刷一下吧 再刷两只可爱的小猫咪上去 哎呀呀 愿者闺蜜还真是多彩多艺呢 买的花枣和金柜都到了 就让师傅帮我一起安装了 真不错 还自在洗手液呢 没事我买了新的过滤器 316升不锈钢滤网 寿命长耐腐蚀 万象同罚头360度转动 安装不受环境限制 还会根据水质自动清洗 金刚控牙避免水压过高 水管暴力 这下你就可以安心用水啦 停了停了 再装上我买的木色的植物架 感觉和绿色好搭哦 一起来看看初步的效果吧 在地面我是刷漆还是铺垫子呢 前几天我把我家的卫生间给砸了 又刷了漆装了新的花洒和金柜 今天我们来装浴室隔断啦 纠结了很久 最后还是穿了玻璃砖 作为女生真的抵挡不住玻璃砖的 你都不会被眼睛捏倒了吗 除了相信院种闺蜜 我还有的全吗 感觉好好看呀 最后还找了师傅帮我看看 怎么回事 师傅说我们从第一排就是歪的 之前全部拆掉了 最惨的是我们还要把玻璃砖上的胶水给清理干净 哎 忙活了两天收获了这余地的 今天真的一眼头皮往下刷了 第六变的时候终于出效果了 哎等等等等 这是什么呀 卧轨 而且玉璃和灯上也都刷上了7 怎么整 怎么整 这怎么整 啊 怎么整 幸好玉璃本来就坏了 这次刚好可以换个新的 灯也换个亮度更高的吧 哇 这颜色和吊底也太搭了吧 边边讲讲我们再用小刷子来补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把门也刷个漆 门大概要刷个五六遍才能完全遮住这个竹干色 最后找师傅帮我们换了一下门锁 结果锁是装好了门确实是不能坏了 只能自己用腻子把它给补起来了 一起来看看最后的效果吧 这是我家用了十几年的厨房 一直不太能理解这种红蓝配机会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空间利用绿的不合理 当机家里到处放的都是锅 还有还有 橱柜转角处还有厨房 但台面空间太小 放了这些电器后都没有空间配菜了 洗碗工具放的乱七八糟 提脚板有